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定有 禁爱国 禁爱国 我当然要看 但我突然觉得他们自揭了一个很大的倉核 倉核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 我没试过在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展述里 讲了这个点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这个点 我是最典型的左派 一半左派的家 一半右派的家 左右逢圆的东西 我们在家自小 我想就算我们这里在座的人 都会农历新年或者年宵 都会吃一样东西叫做湯圆 湯圆为什么要吃湯圆 团圆 食湯圆、团圆 这个中国所谓中华文化 在南方说起来就是圆的意思 湯圆的意思就是团圆 是咯 我看到这里 是咯 你自己都会说 北方话没有团圆这个字 团圆是团圆 团圆是完蛋 圆圆是完蛋 所以这个不是北方话 广东话叫团圆 湯圆 这个圆字是正式广东话 既然中央电视台都说 南方是用团圆这个字 就是说你肯定告诉他 汉语里面的粤语才是正音 你明白吗? 他自己这样说 那你不是真的讽刺到爆肠 就是说湯圆在中国文化 食过二千年或者最少一千年 原来北方话是说不到这个下音 湯圆子 南方话叫做湯圆 你只是告诉他我们是正音 我们广东话是原本汉语的后续的发音 起码准过你 起码准过北方话的普通话 我心想你不就是自打嘴巴 我很开心看到那图 我突然说 喂!喂! 这边说得太好了 完全是在说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 现在其实所有的 你知道这几年不是语言控制得很重要 不断想打压 其实我自己觉得普通话的打压 都不只是打南方话 即是真心 我心想打所有的画 所有方言 即使我外婆 我爸以前说的那些北方话 和现在的普通话相差很大落差 卷音的用字 和现在所谓的普通话 是不同音的 台山话也是 台山话也是不同音的 所以很奇怪 例如那天我见到我爸爸 我还没听过他说那句话 也说那句话 他年初一下 下午拍完 连别人来 他在一个梳化里欺負 他欺負是这样的 通常我很担心 不知道是否刮了 我先走过去 先摸一摸鼻 未刮 看过去 看过去 之后他突然会 干什么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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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爸说了一句 好土好土的北京话 即是叫北方话 即是叫北方话 我要用回那个字 打个小笋 你说什么 打个小笋 什么 打小笋 不是 原来他说北方话 以前睡个盒一阵 即是广东话 黑睡 不是 正宗北方话 黑一阵 叫做小笋 小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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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字我都没听过 即是有这个音 没有这个字 我问他了 那小笋怎么写 他就在想 可能是广东话 他没有 他完全说写不到 但问题是这个就是北方话 即是这些北方话 就是这些北方话 不论 不是 他不是论论 他经常说 不论 不论 你加了议字 不论 就是论议 论论 不论论 论论论 小笋 很小笋 小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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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大笋 真的不论 但普方话 普通话没这个字 但是总统话不论 似乱 说本话 他的字 我也没听过 小笋 普通话叫小笋 但是音符 我们就说 普通话有这个字 没有 有木嗎? 我沒有聽過很多話的人說 打小頓兒 打小頓兒嗎? 打眼睛的木字 然後另一邊就穿了我的穿字 不過不要 屯滿的字 我真的完全不懂這句字 大莫 即是顏分 我不懂這句字 噢,這個字嗎? 但他讀出來又完全不像這句字 你問問我們家庭 問問這個字怎麼讀 如果不一樣音的 因為不止不方暗 如果不一樣音的 Google查詢看看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古話的讀 查詢就是國語拼的音 Google查詢 你打一個漢字 他有個音的 你是不是按快音就讀給你聽 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即是國語是這樣讀的 如果國語是這樣就OK 原來都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說 但是在北方語很多都是 除了廣東話之外 很多語就是我們有個漢字 而那些語言是沒有那個音的 他一定要借廣東話 或者借其他話去讀出來 另一方面 就是他們有很多話 很多音源是沒有那個字在的 只有那個音在的 但是廣東話和敏南話 還有客家話是挺強硬的 因為你要有的字是有的 每個字都寫得出來 所以為什麼 《聖經公公》可以出一本 全廣東話的聖經 就是因為他可以用全廣東話寫實 對 寫實 而且你以我現在的字好像寫不出來 是因為新文化運動之後 是正在由北方的文化 叫做一個書 對 就叫做書面語 我手寫我口 但結果你就要分書面語 還有你要分口語 你口字邊 然後字字那個詐字 你現在是那個字 那個我不知道 你真的寫得到書面語 你自己也寫不下去 結果搞這麼多年新文化運動 你北方說多近寫文章 都是有口語 都是不可以全部寫出來 就是講粗口語口語 因為我們中文 我當成了一些中國文化 我當成了二千年 當成二千八年 從來都是口語和書面語分開的 文言就是文言 口語就是口語 沒問題的 為什麼這麼久 你覺得很難 結果你想搞在一起 就是搞不在一起 還是秦始皇都沒想過去搞 我們要搞 是啊 我們真的覺得現在的中共很厲害 如果說到秦始皇 我又跟嘴妹講過 你跟他講這件事 不是啊 他跟我說李波 李波很難溝通的 那你現在賣書不行 那跟秦始皇燒 份書省餘有什麼分別 就是不准賣書 不准你的知識傳播 那你又覺得秦始皇不對 又覺得他對 你解釋一下吧 他還沒有燒 因為他沒有動作 他沒有把書處理 他把賣書處理 他已經進步了 進步了 他沒有節省 他沒有節省 他叫他去酒店見到 他進步了 所以就沒有了 他已經進步了 進步了 這兩千年進步了這麼多 那些長輩都沒有說 秦始皇不進步 我反而想轉一個話題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香港政府 處理危機處理 剛才不是說維園的嗎 完全沒有維機處理的 如果有ISIS 恐怖分子 或者任何東西 去特集維園 其實就可以死傷很多人 但這個角度其實不是很對的 以我的想法 其實很多人不會認同我的想法 為什麼呢 我在這個範疇的所有想法 我都是站在管理層的想法 如果我管這個政府 我是保安局的頭 我是警務處的頭 我當然要這麼想 我要知道哪些人 哪個位置最危險 哪些特集有可能 卡卡所有東西 好了 當然有些人會以為我 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想這個方面 但對不起 我一定會站在管理層的階段 就是這幫人有權 有能力 有武器 才可以阻止到一些恐怖特集 或者一些手段 好了 我講兩個故事 這兩個故事 我曾經在Facebook想過 我可否說呢 我想一下都是不要說的 為什麼呢 有幾個想法就是 我講完 現在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免得在Facebook說 為什麼呢 很煩 因為你說完 其實呢 有些人不知道你 其實原來說完是為甚麼的 OK 之後呢 讚的就是狂讚 插的就是狂插 其實他不太明白 這個社會是要幫忙 他還要調整社會的架構 要完善生活模式 好了 於是胡說 不要說了 他等一下又說我罵政府 我已經罵得夠多了 不要再罵了 有些情況就 算了 為什麼要說我針對警察 其實我私底下罵的 更多於放上網的一百倍 你都叫我放完的話 我想你以為我 就被罵了一個警務署 對不對 算了 但這兩件事我想說的是甚麼 很近的就是上個月發生的時候 一月份 有一天 跟黃根春教授吃完飯 在中大 因為我們四月 我四月三日會在 中大神學院會再跟黃根春對談 我們再來一次對談 記住 四月四 應該原來要是四月三日 什麼禮拜天 星期五還是六 我忘記了 免費的 四月三日星期日 對 星期日 都是黃昏後 應該是上次那裡 對 上次那裡就不用錢的登記就可以了 類似的 但遲些會正式他們公佈了 不是我公佈 他們公佈先 吃完 吃完 跟我跟蹤進去沙團吃完食物 因為他教我吃好東西的話 但一會兒吃中餐 那一餐中餐是上海Fusion 但也挺好吃的 吃完後 有幾個朋友就走了 我說我到處逛街 因為很少逛沙田 我吃十輩子都不會逛沙田 這樣逛 逛了一大餐 去到黃昏的時候 就搭西鐵 在這個 是不是第一城 有第一城 有第一城 馬鐵 大圍 知那個歌是不是第一城 是啊 我是第一城 好 走第一城 我看第一城 咦 哇 越台 你知道我多關心港鐵 我是港鐵No.1粉絲 我是很愛港鐵的 最愛港鐵的是我 告訴你一輩子 好了 是呀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義工的榮譽顧問 告訴你 我每次都罵完職員 你義工還是壽新的 那個職員都說 壽新的 我義工來的 我做得多過你 那沒辦法了 我始終是這樣罵他們 最討厭的 是職員工的 告訴你 好了 於是看一些月台 他就覺得 咦 好有趣 好有趣 簡體字 好有趣 不是 簡體字我不會繁住 通常我會儲存一大堆聲 我看完之後 好了 就是看到什麼呢 看到一些 如無意外都知道 這是新裝的閉路電視 一支管 下面有閉路電視的位置 就在月台裡面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膠袋 有沒有一個膠袋 老公的船片袋頂著 都可以的 他就 不要擋 他就怎樣呢 他就原來 把最小的位置 套在一個膠袋 上面打了一個雷彈 好了 對了 OK 我看著 放水 好厲害 我很明白 應該是一個新裝 未開始 那個閉路電視 但如果你站在管理角度 你怎會被下面 正在閉路電視 或者想特集你 或者想偷東西 或者想綁架 想非禮的人 知道哪些閉路電視 正在閉路電視 哪些閉路電視 正在閉路電視 明明是荒謬到這樣 我在過去史上 我未見過一些地點是這樣的 好了 我看完之後 咦 不是個別事件 那天是這樣的 我知道 我拿了一個影帝 我心想 我今天原本很開心 跟跟蹤大實現犯 走完街 看完街市 打算坐地鐵 我很開心快樂地 打算回尖沙咀 我沒有打算再 又開心 我沒有打算再 又要搞兩分鐘 我沒有打算再 又要搞兩分鐘 那如果是N的 好了 之後要變6點多 走下去 我首先很客氣地 問了那些管理人 即是前線的管理人 我問 我問今天哪個站長 他說 站長現在很忙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我心裏那句 最真人起降 你不如這樣 你先不要這樣回答我 你不如進去問了 那裡的站長 之後才出來回答我 糾纏了一段時間 可能他 可能感受到我 都不太晚了 或者可能第二方面 以為你這個精神病人 你不趕 於是便走進去那邊 那個職員就回來了 然後站長說 他很忙 你正面灑多一次 你真是很忙 我心裏不想灑 對 我心裏不想灑 我心裏不想灑 好忙嗎 忙到怎樣 他說現在 總之忙到不夠能用 好了 我就說了一句 那是不是 就是說 現在在這個 下班時間 在大圍站 因為我回到大圍站 問了 因為第一城沒有人 大圍站還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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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要我 跟你們公關部說 或者寫一份report 告訴他們 其實大圍站在下班時間 是不夠人 他說不是 陳先生不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 那麼快知道你陳先生 我叫我姓陳 是否叫我姓陳先生 是否叫我姓陳先生 他叫我姓陳先生 那我現在是不夠人 連站長在裡面 也說不夠人 所以出不了你 那你說是否很匪夷所思 好了 那於是乎 就在糾纏期間 不如這樣 那你現在再問一問 鄧三站長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是姓許的 我希望他有記錯 許站長 我問一問 許站長 是否現在真的忙到 連出來 我交代一些 關於一些保安系統的東西 你也不出來 好了 糾纏了一段時間 即是進去了 那麼那個死人許先生 就死死地氣 就出來了 陳先生 怎樣 能否幫到你 我不如先別說 我幫不幫到你這些問題 我就現在考慮一下 究竟現在這個站 是否不夠人 是否不夠分頂 給你這個站 很慌張 是呀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很不喜歡 我心裏 很不喜歡 我一跟你說這些 enquiry 的事 是有人耍我的 好了 陳先生 不要這麼說 你剛才告訴我 你在裡面忙 是呀 我只看了我一個 不知道是現在裡面沒有人 不是叫同事 是否在做一些事 我現在整個 大圍站是不夠人 如果不夠人 不如我幫你寫文report 告訴總公司 你們不夠人 我之後我就說 聽聞大圍站 其實有額外很多分離 你們現在不夠人用 那究竟 是的 我不知道怎樣 好了 說完大囑 不如這樣 我和你討論關於 我還給了一幅相片 我有拍的 我說有沒有可能 他扮你不准拍照 是嗎 他有沒有扮你 不是 站裡面是 理論順下 但這樣就沒有人理 但問題是他給人看 我問原來 我問他一件事 我問現在 所謂的大一城那邊的站 我問他 我問有多少個站 現在是在裝新的閉路電視 因為這樣 現在配合沙中線 其實我們有很多閉路電視 都在裝新的閉路電視 我問 裝新的閉路電視 會不會用膠袋套住 打個電視 告訴我們所有人 誰是正在活動 誰是不活動 誰是在活動 最厲害的站長 出來 他覺得沒有問題 我很客氣地跟他說 因為新的 未專業 還未開始 所以沒有問題 我問剛才你聽不聽 明白我所說的 我告訴你 現在我就知道 知道哪些閉路電視是正在活動 哪些閉路電視就是正在活動 我說現在不是你們知道的問題 因為你們拆了個袋 你們知道哪些是正在活動 哪些是正在活動 我說是的 然後綁了個袋 下面所有人都知道哪些是正在活動 踩也知道 打飛機也知道 打劫也知道 恐怖分子也知道 他說但這個是新的 這樣就綁住了 其實我聽這個站長 他是一點都不明白的 好了 我就告訴你 我覺得你真是離地 都不得了 讓我去世 我就是在說所有新的居民都可以這樣包 就是閉路電視 不可以這樣包 然後他就說 我不理解 這個廣大出身 他是不是這樣的語氣 是這樣的語氣 我不理解 站長你比較不孤 都升到這個人 都在大學 但是廣大的人是這樣說的 對 你的語氣 全都是這樣說的 我就說了 我也說很多 阿許Sir 廣蛋 阿許Sir 你們這樣說吧 難怪多 阿許Sir 我說不如這樣吧 我跟你溝通不了 但我用這個說服的語氣跟他說話 我跟他談了20分鐘 20分鐘 他也不理解 為什麼我要投訴那些閉路電視被膠袋包住 但說不是一個 原來是他告訴我 全條馬鐵線都是這樣被包住的 是不是很厲害 他說 厲害 我做菜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好了 我說不如這樣 你不如告訴我 經理在哪裡 經理現在已經下班了 不如你叫經理跟我談 那經理很久 都不讓經理 不如這樣 我完全沒有心態再跟你談 我真的完全對我好坦白 你不如把我剛才想說的梳馬門 告訴你的經理 那個經理叫Felix 即是看完整個馬鐵線 姓胡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年搞那個大樂器事件 都是他負責的 但是他負責之前 其實他是被人調過來做的 之前那個線路在其他地方 所以那件事其實都是一個迷你事件 即是說應該是一個局 好了 我說你叫Felix 你轉述了剛才我講的東西 你給他那張照片看 你告訴他 明天早上叫他打電話給我 你問他 究竟我表達出來 說要拆掉那些袋子 究竟是對的 還是許先生你說因為新的 要綁掉那些袋子是對的 OK 我都想知道 究竟是否我瘋了 還是你們瘋了 好了 這次我們走吧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聊了 好了 第二招 九點多 Felix 我想之前對開公關 因為有這麼大事 他很聰明 他就說 陳先生 早安 你問Felix 你是嗎 我說是呀 我第一次跟你交手 我說怎樣 我也不跟你說那麼多 單刀直入靈 我說 還有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知道 我已經聽完 我已經聽完 知道 我已經聽完 許老師說的話 其實我已經看完所有的東西 我完全認為 陳先生你說的是正確 罵不到了 你明白嗎 我開始以為 他再跟我再 我開始以為 你試一下再跟我說 你試一下再跟我說 你不明白了 陳先生你正確 你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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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 立即縮了 真的 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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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心地認同我的 Felix 是 沒錯 我覺得我完全理解你 沒有這個問題 你理解這個情況 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說 我是不是 你同事說 是整條馬鐵線都是這樣 是 我也覺得我是看漏了 我有問題 我是錯的 哇 答得很快 這些公關做足 如果他再試一下 再起多次說 就應該玩完了 他說 OK 他還說 我認同是應該全都相信他 沒有可能要給他 誰知道哪些 是哪些 對 但是我問Felix 我和你的閘場 說了20分鐘 他告訴我 他不理解我的問題 他不明白為何要拆膠袋 他不明白為何未用的東西 不可以放膠袋 我說 你可不可以理解 訓一下你這位下屬 他說我都覺得這位孝順 他的想法是有些問題 我想他的理解能力是有些問題 許Sir 即是那個站長 是否年輕人 中年的 中年的 不是因的 不是 我覺得肯定沒有駕駛過車 有哪個白鴿 你會知道 誰是有相機 誰是沒有相機 如果知道誰是有相機 誰是沒有相機 我看見沒有相機的超速 就是白癡 肯定沒有駕駛過車 你不會讓一些管理系統的東西 是讓人知道的 好了 Felix還說 陳先生 你算我 他很測試你 陳先生 你算我不是說 即時今天我可以把所有東西拆掉 我但是已經派了一隊人 逐個仗逐個仗 今天之內轉換了 派了一隊人 唉 我說你昨天 你的站長這樣說 便可以了 為何會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講道理 我說 Felix 從以前小時候坐地鐵 坐到現在 坐九鐵坐到現在 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 Facility 是告訴我 哪個閉路電視是不合理的 我說你們整班人是否真的有問題 Felix就立刻抱上身 那一刻厲害 他說 都是我的問題 是我監管不力 是我其實應該看不到這些問題 我沒有警告 證明這個人 可能上次那件事之後 其實我想他調節得很快 但這就是我其中一個問題 怎可能在現在 在我的想法 Common Sense 是不是 很深 很深 你為什麼不深 Common Sense 是 現在的人是Common Sense KSM沒有教的 是 你想清楚 那個許Sir是一個忠老 是一個忠年 為什麼會不明白 你們吧 不不不 飲不得然水 飲不到這裡 拍不到這裡 你想想 如果在政府的警察架構走過 我會知道哪些閉路電視不Rap 哪些閉路電視不Rap 是不是荒謬到極致 你想想 可以在這麼大型的交通工具裏面 可以處理這樣的問題 而且我還能說流暢 我問Felix 好了 坦坦白白 既然你是坦白我的想法 其實用膠袋封了多久 他其實都封了三個月 我說三個月以來 都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其實是否有時間都還沒得到 其實現在有時間都還沒得到 但現在大家不會知道哪些是合理的 因為我已經處理了 答問題就是 你們整班人沒有覺得有問題嗎 工程師不覺得有問題嗎 管理人員覺得沒有問題嗎 架構人員覺得沒有問題嗎 這是保安系統 沒事發生就沒有問題 發生了的話呢 發生了的話呢 如果有人在暗位 偷了帶了行李包 他怎麼拍不到的 沒有 這這麼小的事可能發生了 是呀 發生了 不要爆炸 是呀 所以記不記得 有些網上流傳的片 明明說被誰撞到 為何KK說不給米露電視看 可能根本有些好位 封了就沒有了 是嗎 現在問題就是 大哥 給一些common sense來 行不行 我很猛這些政府架構 好了 到第二件事是甚麼 第二件事我想問 過了幾個分鐘 看不到 再說吧 這是第四部分 我真的記不到 第二件事是甚麼 第二件事是我的國王統治地 尖沙咀 不要緊 不要緊 那件事我原本想Facebook說 就算了 算了 我寬恕那些國民 真的 去到我經常嚴打的地區 中間道 一個經常有 房車豪華房車貨車 Van仔為拍的一個 短短的一條路 而這條短短的一條路 裡面也是兩條鑊 通常一條鑊被人霸了 還要是非常之勢 行人和車霸 然後隔壁 現在隔壁的停車場被拆了 正在公路 正在大廈 隔壁那邊 還要圍多一個圍欄 其實是再拆多一個位 裡面其實很多位 其實是長期應該要人趕車的 那是圍牌來的 那天呢 最壞的那件事 那天我心裏面 當天國王心情好 其實我那天不是打算去趕車的 我那天呢 就打算去郵局拿完信 就回家吃東西的 OK 好了 走完 一架兩架 三架 四架 五架 六架 七架 八架 九架 十架 好了 還有一架呢 就拍正在郵局外面 以前郵局外面的行人路 都會拍了兩架 我都有時算了 OK 之外有一架私家車 它可以拍在燈位前面的馬路過行人路的 一架三角交叉位的馬路上 好厲害 好厲害 他怎麼做到 Good job Good job 裡面的司機是沒有的 沒有車 對 這些情況 我如果心想的話 你是那麼離譜呢 你是拖車 第二就是 我再上一上去看 看一看 裝一裝 咦 原來已經被人抄了一個牌了 好了 我就搞一看 咦 早上十點多 我去那時是五點半 下午五點半 即是在說幾個小時 10點 五、六、七、七、七 你五點半 五點半 上午十點多 七個小時 七個小時在馬路上 拍了在這裡 三百多 OK 好了 我當時 比停車場 比停車場 對 就在六中心下車 Exactly Exactly 你拍在旁邊 我都算是你覺得 有些感情 覺得沒有人 你直接拍在馬路上 好了 抄完 好了 走了 好了 接著我就站在這裡 觀察一下 我不要現在發脾氣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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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都心情好了 等一下 放到那邊 咦 在港鐵隔壁 旁邊有個停車場 即是那個叫做緩衝位 即是有蓋紋緩衝位那邊 就看到警車 上面有個司機 即是警察 警司 警司 我當然會走過去 但我告訴你 我很懷疑 如果警司看到今天的節目 我告訴你 我其實很懷疑 警司是認識我的 我認不到他 但其實我告訴你 他當時坐在車位那邊 我慢慢走過去 其實他已經開始笑了 Fansy Fansy 然後他在笑 不,他一定不是Fansy 然後呢 我嚇到你 我只是敲個窗 阿Sir 看到那裡有車嗎 那個警察 看到啊 他沒有在一起 看到啊 是呀 是呀 你怎樣呢 踩在馬路上 還要一邊拍 沒有司機 你不找人 叫人來 去拖車 好了 那個警察 就說 哎呀 我管不了 但我告訴你 你真的說得很對 真的不應該是這樣 是對的 不過你看到前面 再前一點 那裡有兩個同事 在抄其他車 其實沒有 他們倆沒有抄其他車 兩個只是在外面 坐在那裡 看風景 在那兩個大哥 他們是處理的那些車 不如這樣吧 你走前一點 那邊叫那兩個同事 和你處理 他說是呀 但為何不去 直接在照片上 叫車 哎呀 我真的處理不到的 你真的說得很對 這些車真的不行 我是警察司機 一人是警察司機 警察司機 但最慘的 我已經說過了 我最討厭的 就是有禮貌的警察 還有立馬公務員 你這樣 我難道扮你嗎 我難道你這麼搞的 有禮貌不行的 我不可以這麼壞 國王也有少許道德 我不可以說你這麼笑口常開 你又說了 麻煩謝謝 我沒有理由罵你 其實他很聰明 他又是學過公關的人 我心想是 是的 又罵不到你 那麥師傅呢 那我就走 慢慢走 那個凹爛了 那我就去去去 走過去 我想看一輛車 我沒有看錯 那邊還有很多車 在馬路上排 我完全覺得 是的 那裡有兩個警察 那兩個警察是怎樣的呢 一個大小小 一個小小小 兩人就這樣 躺在行人隧道旁邊 那個圍欄旁邊 躺在這裏 躺在這裏 他是沒有趕到車 沒有抄牌 沒有做任何事 那一路我是很慢動作走過去 我心想 好厲害 這些叫做趕車 中間的趕車 我其實告訴你 我感應第一 真的不是 你不要告訴我 你看他正在處理 我已經這樣走過去了 阿Sir 說兩句好嗎 其實我懷疑 年輕人的 我懷疑他認得我 我懷疑 是因為一路他都不出生 殺死也不要說話 殺死也不要說話 不是我的 全身中的陳生 就是我 這次我是 但是老少少的 我懷疑他一點都不認識我 好了 接著他怎樣 怎樣 什麼事 那些attitude已經出來了 就是已經是那些 警察隔的那些 起過 什麼事 我說這樣的 阿Sir 說中間到尾 拍到已經是你們的知慣 我說那輛車 拍了很久在這裡 還拍在哪裡 不是行人路 不是旁邊拿 是拍在馬路上 燈口位 直接在燈口位 即是他直接踩上 過巴拉線 恐怖道 我說那你們不去 開車 不去趕車 不去 我上面沒有司機 你不去找一輛拖車 來拖了他 即是那個 我叫做串一點的那個 我不說那個 識完編號 四個字的 一、五、蜜、蜜 對 一、五、蜜、蜜 那個就一、蜜、蜜、蜜 那個就算了 那個一路都沒有出聲的 一句話都沒有出聲 我覺得其實他很聰明 被同事蜜、蜜、蜜 一、五、蜜 就 是呀是呀 我們一差都在做事 他沒有說這句詞 我們現在在做事 不如這樣 既然你現在在做事 但我看到你沒有在做事 你不如跟我一起去看看 甚麼事 他一路走 我一路走前 帶他兩句 我們警察會做事 不用理會 但他繼續跟著 問題 我心想 我那時在走的時候 這傢伙 挺困難的 好了 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就靠在那個 告示牌的那條館 我問 阿Sir 我問你車你看到 拍在這個位置 你張開拍了一點 看著 有同事 看到他拍得不對才抄牌 十點多抄 是呀 我問現在幾點 我收錶給他 你不用收錶給我看 現在我在說話 甚麼甚麼甚麼 我們知道你會做甚麼嗎 好了 接著我 你真厲害 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真是串到不得了 然後那個15XX就說 我沒有串 現在我覺得是你串 我怎樣串 我拿 我拿 Exactly他這樣說 你跟我說話 我捲著柱子 做甚麼 我跟你說話 原來我不可以捲著柱子 我說我沒有穿制服 你穿制服 我不捲著柱子 現在他挺好笑 是呀 真的挺好笑 是呀 現在我覺得 你正在串我 我說對不起 我又是由那邊跟你談 到現在 我覺得你正在串我 之後我立即說 我們看你的同事 沒有出聲 只是在看車營 是否應該插牌 之後呢 我不是舉個錶 我現在舉個錶給你看 都不行 你先聽我說完我的話 你先說話 我現在好像在說話 而不是在說 speech 我怕他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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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大盡 他應該大盡 他應該大盡 不是大盡 他應該大盡 他不是中心 之後呢 我便說了一句 我便撩他 那句話 我說你們警察也挺好 我敢做事的嗎 好了 他突然上頭 即是剛才已經上頭了 再跑了 我不知道甚麼叫警察 我只知道警察 戰賊 不說公公 真的就是這樣說的 戰賊 我說 我說你挺好東西 我現在怎樣 你現在是否決定不拖車 是否不處理這輛車 接著一句話 警察還要你趕快 然後開始上頭了 我說 答 開心了 終於有事要做了 最好笑的是 旁邊的女兒一直都沒有發聲 一邊看 她們兩個一邊吵 我一邊吵 你一邊吵 一邊沒有發聲 很厲害 我想她很明白發聲的事 好了 我說 你站在這裏等 你覺得沒什麼需要做 你就站在這裏等 於是我就走上去 我想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走上去 郵政局上面的 P.O.Box那邊 我就打電話給 警務署控制中心裏的 Madam Fogg 她負責當時 當時當間 她負責整個 保護中心系統的 掛頭 我就找Madam Fogg 我說Madam 剛才發生了這樣的事 你不介意給我一點時間 我再說回剛才發生的事 我再說完之後 我說不如這樣 如果你這樣也發生得到的話 我說我只要做一件事 我說你現在馬上找到 一五什麼什麼的上司 落到現場 跟我看看 究竟她處理 和她說這番說話 是正常的 還是不正常的 Madam Fogg 其實之前交過手 陳先生我什麼都幫不了你 我只是幫你 把她的上司放在地上 還會浮著 多謝 之後我便慢慢 還要Madam Fogg 還要Madam Fogg 還要講之前 我還要走了 我便說 我問Madam 現在我還在我面前 有15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站在車上 又沒有拖車 又沒有理由車 然後那個 不出聲歌的後生就是這樣 又可以走 但那個一五的串路 還在串軟的樣子 我上去後就說 Madam Phong 只找到她的上司 她說可以了 之後我就走下去 站在旁邊 我就靠著牆 之後她真的是她的上司 直屬上司 知不知道是在警署 直屬上司 還要頒多一個便衣 那個Madam我見過 另外還有一個軍艙 很快啊 10分鐘左右 10分鐘左右 很快 10分鐘左右 我心想這個一五幾幾 你真是未知死 尖沙咀仔 待會再告訴你 我先沙咀咀 跟我玩警帽 真的 10分鐘衝下來 當然她先衝到那邊 看完之後 那個阿頭 草Sir 她是老闆 她的上司 直屬嘴那邊 其實我有印象 我見過 但我忘了有沒有前面 因為太多了 但她一轉眼看到 就已經看到 陳先生 陳先生 她說 她說 草Sir 不如跟你談清 剛才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說完 當然我還要強調 她的用語 她說 一輩子都未聽過 那些人叫她警察 只知道什麼叫警察 我說 是否學校這樣教 之後 我靠去支柱 跟她說話 說我沒有禮貌 說我暗 說我正在說話的時候 我不可以插嘴 所以我講完之後 知道 最好笑的是 她的上司 她的上司說 陳先生 你好 她有情緒問題 她真的有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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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 她懂得做什麼 我剛才已經跟她談了兩句 對 其實不要說什麼 有時候 如果我家裡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敏感 可能也有情緒問題 懂得說話 但她厲害 這個曹先生真的厲害 這個同事真的不對 我一定會教訓 但她剛才真的情緒不對 她告訴你又不對 舖處又不對 立即便贏 我便說保安 如果在這個時勢 這個年來 你也知道 保安局下了一個命令 現在是一個反恐攻危的幾個月 你告訴我 有一架私家車 上面沒有司機 之後抄了一個牌照 十時半 之後晚上五時半 黃昏五時半 這架車都未離開 如果這是一個恐怖特集的 汽車炸彈 我便說炸了 我便說了 我便說了 而你的同事 告訴我 沒有問題 拍攝在這裏 抄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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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你知道最好笑的是 原本很串串的 一五幾幾 我想她當時又開始知道 因為沒想過 我找了她上次下來 好 然後就開始慢慢走過來 嘴唇就開始變回 原本就站在我三尺以外 之後我跟曹Sir說完 之後跟便衣 她說 是呀 我的同事現在是不是瘋了 我說原來可以這樣對客人說話 然後 對客人 是的 我說客人 對客人說話 還要告訴你 現在如果你們要搞公關 那公關是否這樣做 我說就算是 就是如果你認為 有一些人 可能在外面的市面 如果是搞一些搗亂的事 玩你們的事 之後你覺得不滿去反擊 我也明白 現在我看到 就是現在這條街出現 這麼奇怪的現象 有圍拍之後 叫你們上前趕車 還要我首先跟那邊的同事 說完那個同事 叫我找你們 找兩位同事 之後你們兩位同事 其實沒做到事 只是躲在牆上 之後我突然說完的時候 我在處理社會問題 你突然跟我說 你是不是瘋了? 然後我突然說 是呀 其實有遲 有些事情 真的我的同事是不對的 是錯的 那個情緒有問題 那個154 15幾幾 15幾幾 15幾 15幾幾 就突然間 原本想走過來 我不知道他想走過來說什麼 但那個臉口已經是軟了 之後那個去路上次 馬上轉方園 振到他轉頭 慢慢安撫他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說多沒用 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我就 說什麼沒用 然後我就跟他 站在那個地方 我就開始跟他說 保安意識系統是怎樣的運作 那Madam呢 上課 我說現在如果這樣 我只是不要說 炸彈爆炸 有任何一輛車 正常在馬路上面 拍七個幾鐘 而你們現在 警務人們覺得是 沒有問題 什麼保安心態 什麼安全心態呢 我完全不理解 好 當然他一直在說 哎呀現在很多人不理解 解釋他 那個NQ最好玩 NQ就說 我說如果一條鐘 兩件事 剛才你問他 我說坦白一點 草sir 15幾幾 新來 他最初跟我說什麼 不是的 到最後說完所有事情 我都磨了草sir 半個幾鐘 我便說 我便說 八草sir 不如再坦白一點 新來的 然後呢 八草sir就說 其實這個同事 真的來了尖沙咀區 真的一個禮拜 不知道 一個禮拜 對 就遇到陳生 我說 如果一個中間都搞不定 那怎樣搞金巴利道 有這麼多黑社會背景的人 有這麼多違法的問題 有這麼多處理不到的問題 那他如果情緒一直都不穩定 那便做不到事 聽不到 聽不到 你這樣搞到他沒有路 要去看心理 你先聽我說 但最後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這樣 他的上司就說 阿陳生 就如你所說 我明天派他的金巴利 推他死 就是 草sir這樣說 你明天就開始 你就在金巴利圖 看看他做得好不好 做得不好的 你再叫我 好會跟你玩 好會跟你玩 但問題是 你這樣玩 你不要跟我起降 你起降 你跟我起降 有什麼意思呢 我不是來搞你 我是跟你討論社會事務 你討論社會事務 你討論社會事務 我會拖他回去研究 究竟當中有沒有問題 但最好笑的地方就是 剛剛那個司機 衝了上去 上車 想走了 我就撞一撞 草sir 你怎知道上面沒有武器 然後阿草sir就說 對呀 草sir在馬路截停了 但最好笑的是 那邊截停了 那邊截停了 那邊另外的同志 就跑了 阿草sir不用了 我剛才問了 兩邊就在追逐那輛車 在中間截停了 很可愛 對 整個過程都拍下 他就拍完之後 當然我在外面看 很明顯 其實那個司機 當然是想找免費泊車 對呀 還不敢 但你的問題 如果你用保安系統的想法 就是你不合理 因為就算是中間 我也未見過一輛車 在白馬路中心 拍七個分鐘 我也未見過 那你現在真是 我最喜歡這份說 我也同學最喜歡 我說如果這輛車 因為他出完 沒事就放了那輛車 即拋了牌 應該拋了兩個牌 再回來跟我吹的時候 我說 如果剛才那輛車 放在這裏 其實是我們測試的 測試到 這裏完全是 沒有人監管為例拍車 而裏面如果裝炸彈 就炸了 或者遙控炸彈 就炸了 其實你可想而知 其實我們現在的警隊 他和保安局裡的人的想法 是否真的低能度 有些離土 但還是那一句 這些東西在我們年代 是common sense 警察多數都有讀 就是我所說的 安全的東西 他一定有讀的 是啊 他有很多 我讀而已 就是 Sign Call 1 字頭的 course 都是一些很低級的 course 都已經有很多片給你看 又說如果外國會怎樣做 那個 course 叫三堂 那為什麼不認識呢 我都接受了四個小時訓練 對 那為什麼要回警察 他不知道 等一下回來再說